三月份是花莲建筍的产季 光丰地区农会广受乡亲很期待的建筍饗宴 今年受防疫政策影响再度要停办 不过协助部落农民产销建筍工作却不停歇 总干事张明发亲自走访太巴朗建筑产区来关心产销情形 同时他表示说除了从20号开始要在吉安浩克广场展售之外 也结合部落的建筍农28号会在产区举办财筍体验活动 要行销推广部落的建筍 拜托去年干旱长不出建筍的阴霾 一大早现财的大批建筍 太巴朗部落建筍农欢喜地忙着剥壳整理准备出售 天气有水的话就好了 要整理的时候就要整理好要顾好才会长出来 今年春天阳光充足雨水分配 再加上农民细心管理照料 建筍大出鲜甜清脆 产季初期每包12两价格约在400元左右 人人抢购尝鲜 没有下一就是不好吃 有下一再好吃 嫩嫩 官方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上午在推广部主任陪同下 亲自来到产区关切建筍的产销情况 而至于被受大众所期待的建筍响宴 中干事张明发表示 今年因为同样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而再度停办 不过协助部落农民产销建筍的工作却不停歇 就是我们在3月20日我们在我们的花莲吉安的那个浩克广场 就是华文市场旁的 我们有围棋三周的那个当天采的建筑笋在那边做一个销售 所以我们预定3月20日开始办一个开卖的活动 那活动当天我们是预计大概4点半开幕 当天有烤笋 还有就是说你消费满了满500块的建筑笋以上 我们有送在地的我们用我们在地做的红糯米乖乖的赠送 而为了让更多人深入认识并了解建筑农产生态 农会也结合持农教育 28号将在产区试办推广采建筑体验 每一人100元的体验价 包括现采现烤建筑品尝 建筑原生态及部落文化导览解说 以及建筑特色餐等等物超所值 由于名额有限 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尽快报名参加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